散裝船昨天大漲 今天拉回可以買嗎? 稍等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千涵 歡迎胡振鴻 胡老師 千涵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昨天散裝船是大漲 聽說胡老師 有在群組上面 跟一位朋友 就是討論了很多 到底散裝船隔天 會不會繼續噴出呢? 結果今天看起來 散裝只是一日行情 到底拉回可不可以買? 好 其實這個問題 也非常困擾著非常的多人 其實這個航運股 不是只有散裝 包括貨櫃三雄都一樣 困擾著什麼的問題呢? 就是說 每天好像三不五時 就有所謂的航運股的利多 雜失 對不對 有利多之後 好 每次都反應個一天兩天 就開始往下跌 最近真的都是這樣 其實像這個問題 會很糟糕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以後真的破底的時候 會造成失望性賣壓會非常的龐大 因為你幾乎天天有利多 對啊 手上套的散戶你會想出嗎? 都說運價一直在高檔 對 你就不想出了 一直被吊著 對 所以他就不出 不出之後 等到哪一天真的利空來了 或是說跌破了前波低點 你覺得市場會怎麼反應? 大失所望 對 就會開始殺了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這個地方先跟你做個提醒 當然我們再來看一下 整個散裝的航運 昨天出現了一個起漲 而且還漲停板的還不少 所以有人就誤解了 誤解什麼? 這個行情又要再來一次了 是不是輪到散裝航運? 我說不用太緊張 不用太開心 為什麼? 我們看這個散裝的龍頭 它叫做台華投控 那我們看這個台華投控 你看了 就真的是天天都在頭痛 前面也做三 對 前面也做三 我今天特地把那個字 往上移 讓你們看這個成交量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因為很多人沒有去看成交量 只是看股價 來我們先看這個成交量那麼大 之前那麼大跟一座山一樣 那現在完全不是叫山 只現在幾根小草在那邊 那怎麼去對付那麼大的 龐大的解套賣壓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要需要很長的時間 只有兩條路走 第一條路殺下去 把籌碼全部殺出來 其實是類似之前的面板 把這個融資把它逼出來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 繼續的盤 那盤了很久 目前為止才剛剛的起頭而已 因為它的量縮是還剛開始 所以說 目前的閃裝行業 我覺得 就算有也只是反彈 不要期望待大 短線操作就可以了 是 好 那我們再來看就是四維航 為什麼要看四維航 因為它是閃裝行業裡面 K線型態算是最強的 它看起來比較感覺是一個強勢打底 對 那它算是最強的 好 那最強的我們來看一下 最強的之後 它也是經過了兩波的上漲之後 第二波的上漲沒有去突破上一次的高點 好 又變成兩次套牢 對 兩波套牢的賣壓在這邊等 那這邊的後面的反彈 也是一樣 量也不見 所以這兩塊的套牢賣壓 要怎麼去消化 我相信 這又是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 所以說 如果假設有反彈的話 真的短線操作 對 會先站在賣方 而不是再去追 那再來就是中行昨天是不是很強 對 那今天為什麼馬上弱了 來 先拿你看一下 那兩根綠綠的 夠不夠長 天啊 你知道那兩根綠綠是多少張嗎 超過6萬張 很恐怖 兩根綠綠加起來12萬張 12萬張在等解套 那你昨天才多少 2萬張不到 請問要如何幫他解套 那如何往上衝 那有沒有人願意去 把這個所謂的 籌碼全部吃下來 除非這個未來的賞專行力量 真的賺到不得了 賺翻了 而且賺到比現在的市場預期 還要多4-5倍以上 他才願意把這個籌碼吃下來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話 來千涵 你願意幫12萬張解套嗎 我沒有那麼多 你有那麼多資金 你也不願意花在這邊 對不對 你寧可花在說 沒有解套賣壓的 個股身上不是更好嗎 是 何必幫人解套 自己在等解套 然後還要再花錢去拉 我們應該沒有人做這種傻事 所以我說 散裝行運到目前為止 真的只是個反彈 再來看玉民 玉民昨天也是漲停板 那玉民更不用講了 一樣 中間那一塊你可以看到 解套賣壓比較大的那個框框 是不是量也很大 對 真的 更大了多少 那根綠色多少 20萬張以上 對 一根紅一根綠 加起來就40萬張 那40萬張 昨天的成交量才多少 4萬張 那怎麼比 不能比 對不對 就是說拿香腸去比雞腿 真的是差太多了 所以說你目前為止只能看什麼 看一個反彈 這為什麼我在美式捷行運股 我講了很多 我說其實你不能用基本面 大家為什麼一直不願意出 這些行運股的股票 怎麼套就怎麼不出 原因就是在基本面 那你就被這個基本面給迷失掉了 你就會一直在那邊抱著 好 再來就是星星 這是昨天我跟這個 我們的Light裡面的一個同學去討論的 他一直認為 哇 星星很強 哇 星星以後要噴出去 因為昨天的這個 所謂的所有散狀行都在噴 所以說他認為他應該要噴 對 老師在TG上面也很有耐心跟同學聊天 所以其實如果有對航運股有任何疑問的 其實都可以加入老師的TG 老師也會詳細的為您解答 對 我會針對一些個股 我們來做 不要說是 我說曾宏不會是百分之百正確 但是畢竟曾宏有24年的操盤經驗 我們的技術分析的等級 不是那種一般 我們只是看看均線 看看K線 看看什麼WD 不是這樣 我們看的東西可能不是市場所看的 這累積了24年了 同事朋友說操盤的技術分析的等級 最少要在碩士班以上 很多人可能還停留在幼幼班跟小學而已 所以怎麼去溝通 要跟他加入老師的TG 對 要怎麼溝通 我是覺得這也是有點難度 我只能跟你講說 我們的看法 像這樣的一個籌碼的拆解 你一看就知道 來 千蘭 那邊大量的地方有多少 對 10萬張 對 都10萬張了 那你再往前推的話 加一加就要50萬了 那很恐怖 所以說目前為止 所有的散裝的航運 未來我覺得 就算有在漲的話 記得 短線操作就好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NE 跟Telegram 財經及時通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